那是三斤哟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跟三斤一样 看过吸血鬼猎人帝之后 被那个满月之下 乘马而来的地伯爵深深的惊艳 禁欲优雅 永生与孤独 同时在他的身上矛盾又自洽 如果说这个地伯爵如寒冰 那么今天要来讲的Healthy 则塑造了一个与之完全相反 忽略火焰般的吸血鬼伯爵 在Healthy的故事中 地伯爵与超人类的狂热教徒 和渴望战争的纳粹残党 因信仰一同一活时宿命使然 展开了一场激烈而又疯狂的 追逐杀戮之战 分析将爱好者的狂欢盛宴 接下来的几个视频 三斤要跟小伙伴们一起看完 这部10集的OVA动画 祝君点赞大爱斯基 妖艺满月印照下的村庄 时时有人类的惨叫 和怪物的咀嚼声传出 作力俨然已经变成了 食尸鬼的巢穴 三个并不知情的警察 被派进来查探情况 哦 感谢警方投为的零食大礼包 其实呢 也不怪警方对食尸鬼束手无策 因为此时绝大部分人 并不相信世上有怪物存在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一个优雅伶俐的神秘女人 空降警方的指挥部 趁自己有办法搞定这一切 女人名叫伊特古拉 是专门负责对付怪物的 英国皇家国教骑士团 Helsen的局长 这时就这么让她解爽 警方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为了让这些警察们信服 伊特古拉不得不 给他们克服了一些 有关怪物的情报 比如 人类被吸血鬼吸血后 根据其是否是处子之声 会出现两种可能的转变 非处女童男的人 被吸血之后呢 会变成低级的食尸鬼 如傀儡般受到 宿主食尸鬼的操控 处女童男则会变成 高级的吸血鬼 保有智慧 而村子中正在不断地 诞生新的食尸鬼 只有杀掉宿主吸血鬼 才可以结束这一切 目前警方送进去的三匹小队 全部失联 唯一幸存的女警 塞拉斯维多利亚 还惨遭吸血鬼玩弄蹂躏 若于无奈 警方正好妥协 其实不管警方态度如何 伊特古拉都已经采取行动了 众所周知 能打败吸血鬼的 就是更强的吸血鬼 Telcing所饲养的吸血鬼 阿卡多 更是吸血鬼中的不死之王 无限复活甲拥有者 只见他目光如炬 身体心红 闲听心目般 自远处顶着食血鬼村民的密集 跑过走来 哪怕被打成了筛子 化为一滩血肉 嘴角始终保持着邪魅的微笑 呃 虽然这么说有点忠儿 但是帅诈了好吧 宿主吸血鬼 因阿卡多的不堪一击 而得意自满 然而只是转瞬之间 成群的蝙蝠 从天而降 重铸起阿卡多的身体 他亮出自己那支 特制的大口径手枪 银制子弹已经上堂 在他炫技般地 干掉了全部的食血鬼后 吸血鬼慌了 他只好挟持了女检察 向阿卡多求一条活路 一瞬间 女警眼前闪过自己悲惨的过往 家人惨死孤独一人 难道自己的人生 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 他不甘地抬起了手 被阿卡多稳稳接住 还好原来只是一场恶魔 那这个阿卡多又怎么解释 此时女警身处 Hell Sin的总部 局长伊特古拉前来宣读 他的入职通知 这一波操作下来 堪称挖墙角天花板 所以其实在阿卡多 在问女警是否是处女时 就已经打算 把她变成吸血鬼了 自此女警也被伊特古拉 收入麾下 从此为Hell Sin工作 那么首先还是要了解一下 Hell Sin的企业文化吧 神秘的Hell Sin 是专门为了消灭 想要侵犯大英帝国 和基督新教的怪物 而成立的特务机关 主要人物有局长伊特古拉 他的管家 优雅的英国绅士沃尔特 以及阿卡多 Hell Sin的王牌员工 换说数十年前 阿卡多还是被遗忘在地下室里的 一具干巴巴的尸体 是伊特古拉 以他泛海星后代之邪复活了他 复活后的阿卡多 不仅帮伊特古拉 灭掉了他企图夺权的叔叔 还将伊特古拉 认作自己的主人 替他与自己的同类 做着战斗 同理 女警也将复活了 自己的阿卡多任作主人 与他一起执行任务 有了阿卡多的指引 女警逐渐在实战中 适应了这副 全新的超强的吸血鬼身体 现在的女警能在黑夜里 一枪干掉八百里海外的吸血鬼 而且不用说话 就可以与阿卡多交流 女警得到断链的同时 伊特古拉局长发现 近来英国境内的吸血鬼杀戮案 急剧增加 看似毫无规律可言 但一桩桩一件件 似乎都笼罩着阴谋的影子 这支案件发生的范围 延伸至北爱尔兰的一个城市 这个地方说来有些尴尬 虽在英国境内 归信奉新教的黑尔森官侠 但当地绝大部分公民 都是天主教的重视信徒 所以说这是天主教的地盘也不错 而天主教也有一个 异常神秘的特务组织 梵蒂冈背叛者十三科 与黑尔森只能类似 但一直互不干涉 不过这一次的矛盾 似乎不可避免了 黑尔森这边照旧派出了 阿卡多和女警 十三科则派出了人类战力天花板 有着斩首行官 再生者天使之臣 枪剑神父圣骑士等等 众多名号的 亚历山大安德森神父 梵蒂冈 某教会里 神父安德森前一秒 还在温和慈祥的教导孩子们 但在得知阿卡多 要去多管闲事后 瞬间换上了另一副 凶狠阴森的脸 解决吸血鬼事想 消灭怪物异教徒事大 得益于此我们才能欣赏到这场 异常精彩的强强对决 安德森作为一个超级改造人 有着超越生命科学的自我在生能力 以及恢复法术 而且非常善于利用吸血鬼的弱点 去对付他们 开战之前 他就在大陆四周设置结界 断了阿卡多和女警的退路 阿卡多与神父平静的措身后 同时出招 两人打的是有来有回 但明显前期神父极高一筹 把阿卡多给扎成了刺猬 脑袋直接给他炫飞 阿卡多虽然能够再生 但是需要时间 趁着神父得意 女警带走了主人的脑袋 但四周都是结界 神父又步步紧逼 女警根本无路可逃 据静之下 阿卡多用鲜血在地上汇聚成文字 意思是让女警喝下自己的鲜血 突破身体的极限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吸血鬼 但不知为何 女警犹豫了 幸好哈尔森局长伊特古拉及时赶到 他一听说阿卡多对上了安德森神父后 就立刻赶了过来 伊特古拉与神父的交涉 为阿卡多的复活争取了时间 成群的蝙蝠破窗涌入大楼 很快阿卡多又重回王者姿态 神父这下明白了 阿卡多和普通的吸血鬼不一样 无论是丢了脑袋还是心脏 都可以重生 凭他现在的装备 还是无法中击阿卡多的 于是索性直接不打了 只是今天这笔账要先记下了 这场危机暂时解除 只是现在最让伊特古拉在意的 是他在这一系列的吸血鬼事件背后 看到了大型组织的身影 阴谋正在浮出水面 新的杀戮又要开始了 好了 以上内容来自 Hellsin OVA的第一集 改编自平野庚泰的 《透明漫画》 题为版动画的 《不经人意》 才有了这部十年摩依剑岛 被奉为神作的 Hellsin的OVA版 整个故事延续了 著名小说 吸血鬼德古拉的设定 发生在范海欣教授 打死了不死的德古拉 大约一百年之后 伊特古拉是范海欣的孙女 阿卡多的名字 则是德古拉的反拼 Hellsin也是取自范海欣的名字 恰到好处的贴了一个L 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 《地狱之歌》 这个版本的阿卡多 把那些压抑欲望的 优雅伯爵形象 狠狠地撕碎 用四分五裂的肢体和血液 铸造起了一个 新的不死之王 今天呢 还是先说这么多 后续剧情展开之后 三更再和大家一起讨论 那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最后喜欢三更的话 不如点个关注再走吧 爱你们哟